一刻精选 好知识就在耳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因为在座的朋友 大部分都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所以我稍微讲一些重要情节 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这个主角呢 他叫做维多佛兰肯斯顿 那他呢是一个富家子弟 然后也还蛮聪明的 那他呢在那一个大学的时候呢 他对于科学 还有对于以前古老的一些 炼金术等等的东西 他非常的着迷 所以呢他就开始呢 有了一个念头 他就想要就是创造生命 那所以他就四处去偷了很多的尸体回来 有没有 那个画面想起来很可怕 对因为他就开始要封尸体这样子 好那简单讲起来他有点像我们现在 平常讲可能就是他就是一个科学阿宅 因为他其实很少跟别人互动 那这件事情我们之后会讲 这其实是他的一个性格上的缺陷 所以他甚至连他的未婚妻也就是他的表妹 其实他们互动都很少 他就一心都是铺在那个研究上面 那后来呢当然有一天他就是用那个电流 成功的让这个生命就是活过来了 对不对 那其实呢 这一个被他创造出来的这个科学怪人 其实是没有名字的 所以我现在都一直用科学怪人这个词去讲他 那其实在原文里面他是叫他the creature 就是那个生物 对那曾经有人问我说 老师为什么不用monster就是野兽 那怪物monster 因为我们讲科学怪人嘛 那是因为monster他其实我觉得 他是比较带有负面意涵的字 对可是creature的话 其实他是一个中性词 所以当然中文书名很显然是给他一个负面的影像 因为我们叫他科学怪人 那如果你看了电影还是看了其他的翻拍版本 都把这个科学怪人叫做Victor 如果他叫他维多 或者是叫他弗兰肯辛顿的话 那其实都是错的 因为这本书里面根本就没有讲那个creature 是什么名字 对但是很多的电影可能为了方便紫色的关系 所以会就用那个名字这样子 但是这本书的书名原文 其实是用这男主角的名字 那后来这个creature就是科学怪人 他被创造出来的时候 那个维多因为他太认真发明了这件事 所以他后来就病倒了 那在病倒的中间 那我们的科学怪人他就逃走了 他就偷了那个男主角的衣服 然后就逃走 后来他到很多地方去 都会因为他那个丑陋的外表被攻击 然后后来就遇到了一家人 他们叫德雷西 那这一家人其实他们是很贫穷的人 他们住在森林当中 虽然奴旨 可是他们在看到科学怪人的时候 还是会去排斥他 甚至科学怪人中间曾经救过一些人 但是这些人一看到他的外表 对就一样就会觉得那个就是坏人 所以他就是一直不停的身心受创 对那也通过跟其他人的来往 他学会的阅读 他知道了说 他可能是一个怎么样来的这样 好那可是呢 因为他一直被追打 后来他反而就对人失去了信心 所以他就开始报复 所以他后来就杀死了那个 我们的男主角维多的弟弟威廉 然后还嫁祸给那个 他的一个女婆叫做Justine 然后甚至还杀死了我们的男主角 最好的朋友亨利 所以后来呢 最后一个最重要死掉的人 领便当的人是 就是已经跟维多结婚的那个表妹 就是伊丽莎白 所以后来他把伊丽莎白杀了之后 那我们的主角 终于发现他家破人亡了 对然后他创造出来的这个生物 让他家破人亡 所以他就开始去追捕那个科学怪人 那中间他们曾经有谈过条件 就是那个科学怪人就跟他讲说 你大家都有办 可是就只有我没有办 那你可不可以再帮我造一个 女生的科学怪人 对 那那个维多他就原本是答应的 可是后来呢 快要弄完之后 他就 对他就把那个女的 那个科学怪人给毁了 所以那个女生的科学怪人 他是没有复活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那个 原本的科学怪人 他当然就非常的生气 所以才导致一系列的暴行 那后来呢 那维多他也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的家人跟朋友了 所以他就要开始追捕那个科学怪人 可是呢 还没有抓到那个科学怪人的时候 他就因病过世 然后后来呢 那个科学怪人也发现他过世了 就来到了维多的身边 然后最后呢 就 纵身一跳 他就跳进了那个非常冰冷的海中 对 因为他可能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存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这样 这是一个完全就是一个超悲剧 对不对 好 来 所以我其实后来重读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说 到底这女生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思维 她能够想出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格局 其实他能够讨论的东西还蛮多的 放在现代来讲的话 创造生命这件事情 事实上都还是一个禁忌 因为我们现在有复制的技术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政府是同意 是不可以复制人的 所以创造生命这件事情 我就一直觉得很好奇 他为什么会挑这个主题 那其实很好玩的是 这本书有好几个版本 我们现在看到的中文版 或者是我们现在英文版的主要版本 都是1831年的版本 那可是我刚刚说了 他出版的是1818年 那他刚开始出版的时候 其实他在序里面就一直在讲说 哦 这本书是为了要 就是让你感受到家庭的美好 所以里面就很多悲剧嘛 对不对 那你就会真实你的现实生活 他就说这是第一版的那个内容 对 可是到1831年的时候 他就改了 他里面呢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 我闭着眼睛脑海里浮现出 清晰醒获的倾向 我看到一个面色苍白 专攻邪术的学生 跪在一具已经组合好的人体旁边 看到一个极端丑陋 可怕的幽灵般的男人 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 小寝在某个强大的机械作用之下 只见这具人体不自然的 无精打采的动了动 他活了 这是1831年的秩序里面 他重新交代他 为什么会写出这个故事 所以 后来的人就说 这是一个科学的噩梦 就是他晚上做噩梦 他想到情节 他写了 但是后来的人就说 这是一个科学的噩梦 因为创造生命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在探寻大自然的 最奥妙的一部分嘛 那你去探寻之后 我们看这个故事 我们会发现 你去探寻那个最神秘奥妙的部分 可是你最后造成的是一个最悲惨的结局 所以这个是他在1831年的秩序版本 但是大家就会发现 为什么1818年跟1831年 那两个秩序为什么会差那么多 那有可能是因为 1818到1831中间 他的好朋友跟他丈夫都过世了 所以呢 在1821年的时候 我们说了 他的那个 刚刚写出那个吸血鬼的那位 约翰他自杀 对 然后呢 1824年 拜伦也是他的好朋友 拜伦过世 而且在希腊过世 然后他的丈夫呢 是1822年的时候 在希腊 然后划船的意外 对 船的意外过世了 然后还有谁呢 还有他的 他母亲跟前男友生的那一个季姐 对不对 同母异父的姐姐 菲尼也服毒自杀 所以其实在这些年当中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天真浪漫 无忧无虑 然后只顾着创作的小女生了 他其实经历过非常多的人生的悲惨的事情 他喜欢的人都过世了 这样 那我自己觉得这应该也是一部分 就是他为什么这版本感觉越来越悲伤 因为他最早的版本的结构也是有点改的 所以那我们就回头来看 那他为什么选择创造生命 是不是因为他失去太多 对 那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从 如果从个人角度来看的话 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那我刚刚还忘了讲一个 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 是18、19年 他跟私人学来结婚了嘛 对不对 可是他们的孩子流产 对 要不然就夭着 对 所以 有些人可能会说 那他应该是抢后忧郁 对 就是可能因为失去了 也失去了孩子 所以他会特别想要创造生命 可是呢 如果我们从比较科学一点的角度 对不对 因为我们刚刚是从他个人的经历来看的话 其实我刚刚提到了 18世纪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除了革命之外 对 另外一个是工业革命 对 那工业革命因为促使了很多的动力 对不对 蒸汽动力等等的出现 然后很多的科学的实验也都出现了 所以事实上呢 在18、19世纪呢 事实上 是一个从一个中古世纪的那个炼金术 什么魔法那一种的 然后转向现代科学的一个年代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书里面 他提到说 维多他是用电力去电击那个 他缝起来的尸体 然后那尸体就复活了 其实这个实验在当时已经有人做了 不是用人啊 不要紧张 对 用动物用青蛙去做 对 然后就是电下去之后就看到他就是他的那个肢体会抽去这样子 对 好 所以事实上就有 那这个叫做流电 流水的流 电力的电 流电的实验 所以其实已经有了 那玛丽血癌的家庭 我相信应该也可以让他接收到这些科学的东西 所以我在想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促使了他在看到当时的一些科学家是不是也试着去探寻说 人为什么会动啊 对不对 然后我们怎么样治病啊等等 事实上那个医学的进展也是在这之后进展的非常快嘛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刚刚就有提到一件事就是当你要去探寻比方上帝的秘密 自然的规则 那你其实最有可能都会造成一些不幸的后果 其实他后来可能就运用了福士德的故事 所以反而就让这主角陷入疯狂 假如就是你揭开了不属于你应该知道的秘密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创作的一个背景跟原因